时间安得双拳法 不负右主不负烟 如烟提醒你 算了不提醒我直接开始 可我形影不离18年的青梅挂 他挂了之后变成一群幽灵 在我周围飘来飘去 考场上我被昆雪难哭了 青梅看着我曹导纸上 一昆年加三昆年等于四年时 陷入了沉思 他终于忍无可忍 撸起袖子 飘到我身边 别他妈就结了我来 柳如烟挂的那天 是高三 三磨出成绩的日子 还记得那天 我数学只考了15分 他笑话了我一笑 如今他透明着身体坐在对面 死心不敢还在笑话我 因为这次周考 我数学只蒙对了一道选择题 考了5分 我捧着卷子感叹时不在我 柳如烟看着我 就像看着一个二傻子 哪里不懂我给你讲讲 我抹了抹累 你应该问我哪里懂 但他就算讲了 我也不大明白 我觉得数学刻我 我云里雾里 学数学实在太痛苦了 决定放弃挣扎 算了我不抢求 你不抢求物理化学 现在连数学也不抢求了 那我还是浅求一下吧 柳如烟打小就聪明 学习好懂礼貌 还长得漂亮 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此时斑花来到我身边 抿了抿红唇 脸色微微泛红 吉伯达 听说你最后一道大提不回 我好像有点误了 我给你讲 他话还没说完 看见我写得满满当当的视觉 陷入沉思 那表情好像在说 不应该啊 他不可能这么聪明啊 柳如烟面色一沉 对我说 你给他说不需要 我还未说出口 斑花就拉了凳子坐了过来 那你给我讲怎么办 柳如烟脸色更难看了 吉伯达你给他说 他难道相信一个 只考五分的成功 柳如烟话音刚落 斑花就拿出自己 三十八分的视觉 表情认真严肃 已经准备好做笔记了 柳如烟满脸黑线 好吧 他有理由相信 柳如烟觉得我和斑花 沈幼楚蠢的像世界奇迹 罕见 还无可救药 这个嘛 我无法反驳 毕竟他生前是年纪苗的 唯一一个滑死保送生 正所谓下虫不可与兵 火箭班尖子生 怎会理解学渣的心情呢 沈幼楚除了成绩差点 哪儿哪儿都好 除了有心脏病 正是因为有心脏病 课间操 体育课都免了 甚至老师都不敢批评他 放学后 我到办公室默写音语单词 火箭班班主任正抱着 柳如烟生前的作业本 哭得稀里哗啦 我的好聊子哦 就这么没了 明明再过几个月 就可以去滑死了呀 我心都痛得要死了 整个办公室哀声叹气 旁边的老师同情地给他递纸巾 柳如烟见状 忽然问我 鸡鸡 我死了你为什么不难过 我愣正半傻 张了张嘴 却不知如何回答 英语老师见我来 一根劈头盖脸 鸡伯达呀鸡伯达 都要高考了 让莫写英语单词 你可妈给我写拼音 你真以为我老眼昏话 看不出来呀 我缩了缩脖子 不敢置身 我总不可能说 昨天柳如烟逼我学数学 我太累了 不小心忘记了吧 回去 每个单词抄一百遍 用印刷体 我点头成事 抱着作业本 灰溜溜离开了办公室 傍晚 天边晚霞似火 我骑着自行车 穿过一条条小巷 柳如烟飘在后座 又对我巴巴半天 你脑子是不是没有褶皱 鸡伯达 你实在太狠了 可我青梅竹马这么多年 我死了你居然一点都不想我 哎 鸡伯达 你慢点灯 我要被吹跑了 回到家 我正想掏出钥匙打开门 就看见对门 柳叔叔带了个陌生女人回家 柳如烟看着这一幕 撇撇嘴不屑地哼了一声 别过脸去 我开门回到家 柳如烟轻车熟路 穿墙去了我房间 躺在我床上 我犹豫许久 才试探开口 那个 柳叔叔他 要不你说句话 我现在就冲过去 给他一顿电炮飞脚奥特首 死老头 早晚射死你 我硬生生 把接下来的的话吞回来 柳如烟母亲很早就死了 柳辅对女儿不管名 这不 女儿才挂没几天 就往家里带女人了 嘿 老的 无配为人父 饭桌上 我亲爱的老父亲 从我书包里掏出那张数学试卷 眉头紧重 不知在思索什么 柳如烟为我捏了一把汗 终于 我爸说话了 小鸡啊 你数学考了五分 爸也没啥好东西 就奖励你五根鸡腿如何 我自着大白牙 谢谢老爹 我妈拍拍胸脯 还好儿子给力 没考零分 柳如烟 晚上 我头悬梁追刺骨 挑灯夜赌 柳如烟躺在床上看电视 看累了 打了个哈欠 翻身就要睡觉 忽然 我微信响了 柳如烟瞬间清醒 竖着耳朵听我这边的动静 微信是沈幼楚发来的 OK 今天的英语选择替答案 我正想把答案腾抄上去 身后传来柳如烟悠悠的声音 答案错了 答案是横着写的 但答题卡是竖的 沈幼楚啊沈幼楚 你这是要和我拼一下智商 紧接着 柳如烟又说 你宁愿问他 都不肯来问我 我咽了咽口水 你这不是 不是要骂 骂我吗 第二天午休 天气正是炎热的时候 我去校门口小麦不买笔 柳如烟非要跟来 作为一个幽灵 他压根就没有幽灵的觉悟 要知道 虽然像他这种好幽灵 可以在太阳下行动 可时间长了也会感到不适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幕 喂 散挪过来一点 晒到我了 我乖乖把遮阳散挪到柳如烟头上 你瞅瞅 我的手刚被晒到了 都变透明了 我反驳 可他会慢慢变回去啊 柳如烟听我此言 灯石如遭雷击愣在那里 就像被渣男伤了的媳妇 你听听你说的什么话 桑尽天良药 亏我从小和你一起长大 你对我就这么冷漠 是的 大家别惊讶 柳如烟在别人面前像个冰山美人 但在我面前就跟个二哈一样 而且自从他变幽灵后 让着别人看不见他 柳如烟哼了一声 对我说 你离沈幼楚远点 为什么 他眼唇咳了咳 他看起来不大聪明的样子 我怕你和他待久了 也变笨了 可我本来就笨了 沈幼楚对我打招呼 嗨 我正想回应他一个嗨 可不等我说出口 一旁的柳如烟立马在我耳边扯着嗓子 超大声吼闹 嗨嗨嗨 对于柳如烟的恶作剧 沈幼楚自然不知道 沈幼楚抿了抿 问我 你也来买文具啊 我点点头 一旁的柳如烟看着 沈幼楚手中的 马卡龙小男腰荧光 陷入了沉思 这款刺猬宝宝废弃 离心收纳盒很多错 我都用好几个了 我看着萌萌的收纳盒 不禁两眼放光 好口耐想买 沈幼楚献宝似的 向我展示奇奇怪怪的文具 什么大脚压橡皮擦了 沐浴露形状的修正液啊 应有尽有 柳如烟在一旁抄着手 喝笑一声 差声文具多 最近柳如烟固知抽哪门子疯 看见沈幼楚就要抬杠 总捣乱 我才不惜地理他了 我欢欢喜喜和沈幼楚 买了各种各样的文具 柳如烟问我 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多 上次我英语考了60分 我爸奖励了我60块钱 沈幼楚神色狐疑 凑过来问我 纪伯达 其实我很早就想问了 你在和谁说话呀 我实话实说 和柳如烟啊 沈幼楚愣证片刻 道 鸡鸡 我能理解你思念好友的心情 可毕竟人死不能复生 你还是早点走出来吧 柳如烟一听 炸了 喂 蠢蛋 你干嘛叫他鸡鸡啊 你和他很熟吗 有我和他熟吗 买完文具后没多久 就上课了 下午第一节是英语课 老师听力磁带录音机 沙沙坐下 我听得昏昏欲睡 蝶特妈睡了 试卷翻面了腰尾 听得听力 柳如烟比我还着急 磁带放完 对于我来说 催眠也已经结束了 英语老师推了推价 在鼻梁上的黑框眼睛 看着和我隔了一个过道的沈幼楚 轻声细语道 沈幼楚同学 沈幼楚同学 睡着了吗 沈幼楚趴在桌上 问声问气的 睡意正朦胧 老师别吵 然后换了个姿势 继续趴 兵语老师给了我一个眼神 我立刻心领神会 把校服给沈幼楚搭上了 以免他被风扇吹感冒 柳如烟见爽 择了一声 六 鸡伯达 你都没对我这么好过 他有心脏病 身体虚弱 我解释说 我话音当落 只见柳如烟像是被什么吸住 只杀那箭 他就被吸进了沈幼楚的身体 我诧异的张大嘴巴 还没来得及反应 沈幼楚就猛然惊醒 刷得抬起了头 虽然表面上沈幼楚还是沈幼楚 但我直觉他不是他了 因为他的眼神变得睿智 难道 难道 我的心猛然狂跳起来 真的如我所想吗 这世上真有如此荒诞之事 我咽了咽口水 紧张不已 试探性小声道 柳如烟 沈幼楚不可思议的低头看了看自己 又扭头瞧了瞧我 环顾四周 忽然拍而起 卧槽 老娘活了 我惊讶的下巴都快掉了 柳如烟他他 他特马夺赦了 对于沈幼楚的突然起立 同学都愣住了 英语老师也愣了 冷场了会儿 才说 沈幼楚同学 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小声道 直接说不会就行了 老师们都很容忍他的 柳如烟低头侧目看我 必须说不会吗 这道题这么简单 说不会的话很溜脸 声音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英语老师耳朵又好 正好接收到柳如烟的话 他高兴极了 立马让柳如烟回答 柳如烟犹犹豫了会儿 然后用贼溜的口语完美回答了问题 英语老师惊讶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 全班同学都张大了嘴巴 最后一排趴着睡觉的叉声 连觉都不睡了 不约而同盯着柳如烟 我压低声音咬牙道 你说太好了 完全不符合沈幼楚人设 这还好 我已经尽量再用别角的口语了 放学后 我和柳如烟并肩坐在学校花台旁 我和他妹妹相去 然后别过脸去 叹了口气 我先张嘴说道 我知道你也很担心沈 我话说一半 却被他打断了 我现在看起来是不是特傻 沈幼楚那家伙蠢兮兮的 不像我 一看就很聪明的样子 他说着就对我凑语了 你瞅瞅 我还有半分原来的影子吗 没有不过你也别太嫌弃这副身体了 幼楚长得多漂亮啊 毕竟是斑花 他不屑 我活着那会儿还是笑花呢 比他漂亮整整一个级别 我们安静了会儿 我听见柳如烟低声自语 怎么还不回来啊 老娘才不要你的身体呢 晚自习 我正为三角寒书凡老师 柳如烟顶着沈幼楚的脸 在草稿纸上刷刷算题 数学老师看见柳如烟努力学习的模样 背着手走过来 关心道 学习不用这么拼 注意身体 题不会做不要紧 像最后一道大题 你可以不用 老师说到一半 看着柳如烟的卷子 写得满满当当 硬生生把后半句话憋了回去 课间休息时 我提醒柳如烟 你得装成学渣 真羡慕你 他说不用装 我特码的 我忍着脾气 凑近了他一起 大姐你别挤对我了 你比着沈幼楚的力 做不符合他人设的事 会让人觉得很奇怪 我想到一个办法 要不这样 以后老师再点你回答问题 如果我不知道 那你也得说不知道 反正我和沈幼楚半斤八两 他勉为其难 行吧 我和他正商量着 忽然有个一体般的 高个肌肉体育男来了 为沈幼楚 这个还你 他把一个猪猪转笔刀 放到沈幼楚客桌上 妈的 老子用这个 被兄弟伙笑话了一下 这个转笔刀我认的 因为是我埋给沈幼楚的 铅笔插到猪鼻孔里 再捏着猪尾巴转转转 然后笔屑就会从猪屁股那里掉出来 柳如烟和猪猪对视了整整半小时 然后捏住猪尾巴 把转笔刀拿起来 看见圆滚滚的猪肚皮上有个按钮 他好奇按下去 忽然响起了超大声的 你找肖娜 你找肖娜 同学们听闻此声 都不约而同看向这边 柳如烟下得赶紧又按了下按钮 本以为是关闭 没想到是切换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感冒的时候还挂着鼻涕牛牛 柳如烟 哈哈哈哈哈哈 班里爆发出一阵风啸 柳如烟尴尴尬得要死 连按了几下 怎么都关不掉 手忙脚乱 索性直接掀开猪肚皮 把电池给抠了 转笔刀终于消停了 柳如烟脸色十分难看 我鼓起勇气把转笔刀拿过来 没敢看他 他终于回顾味来 这智障玩意儿是你的 我点头又摇头 是我买给沈幼楚 固执怎跌 他脸色更难看了 你给他买 怎么不给我买啊 我和他是好朋友吗 他表情有些受伤 所以我俩这么多年到头来什么也不是 对吗 我之前也给你买过了 但你嫌弃得要死 我只好转送沈幼楚 我补充道 就那只闪闪的笔 当初柳如烟飞说那只笔用着像缺心眼 但在我眼里 他可是牛笔大了 之前有一次晚自习停电 全班一片漆黑 只有那只笔像荧光棒似的在闪烁 还贼亮了 然后老师借了笔讲完了课 结果第二天 老师就挨批了 因为校长眼神不好 以为老师带领学生蹦笔 老师冤枉 哭着把笔拿到校长面前展示了一番 校长才信了 下晚自习后 我和柳如烟把书包扔在一旁 蹲在马路牙子上 一人端着一碗凉粉呼啦呼啦的吃 我辣得直到吸凉气 顺手拿过柳如烟刚喝过的冷茶 蒙吸了一口 变成阿飘后 我看到凉粉就馋 早就想吃了 他说着 又吃了一大口 看那表情 简直满足极了 忽然有一辆赠辆赠辆的豪车停在我们面前 沈幼楚的妈妈兴奋的开门下车 踩着高跟鞋向我们奔来 楚楚 又和鸡鸡一起玩了 恍然大悟 哦 原来如此 他又凑过头来看了看我的分数条 指着我物理那一栏的十九 感叹道 这物理也太难了 他刚说完 讲台上 老师说 这次物理考试是有史以来最简单的一次 全年级平均分93分 神母 分都是你俩拉的吧 经过这次见面 我和神母就熟络起来了 还让我在学校多照顾他女儿 唯一结束 我急忙逼声提醒柳如烟 叫妈 叫妈呀 柳如烟张了张嘴 随后放弃 我说不出口 我理解她 柳妈妈是一个很温柔的女人 暂时时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柳如烟 如今让她叫一个陌生女人妈妈 着实为难了些 我打招呼 阿姨好 她热情的不得了 今天楚楚生日 她爸请了五星级大厨做了一桌子彩 你也去吧 就这样 我和柳如烟一同上了豪车 柳如烟脸色有些难看 我问她咋了 她说 我咋觉得你和她畜成了那种 关系很好的婆媳 没想到神木耳间的 居然听得一清二楚 捂着嘴呃呵呵笑了 车子平稳驶入别墅区 我一下车就被眼前置井惊呆了 我知道沈家很好 但没想到这么好 简直就像电视剧里的那种 豪门别墅 沈母看出我的惊讶 对我说 如果可以 以后这些都是你的 我还没对这句话回过问来 柳如烟就一把掳过我脖子往屋里挡 不可以 沈母得了一声 死傲娇 来到饭桌前 我再次感叹有钱人的世界 沈府坐到柳如烟旁边 不停给她夹菜 女儿 今天过得开心吗 柳如烟正了正 点头 也许是第一次感受到爸爸的关心 她还没来得及适应 就这样 爸爸一句 妈妈一句 对柳如烟来说 今晚的灯光都是暖融融的 忽然 她哽咽了一声 然后直掉泪 沈父沈母健壮 灯时慌了 女儿 你怎么哭了 饭菜不合胃口 还是爸爸妈妈太啰嗦了 柳如烟摇摇头 眼泪止不住的流 和她一块长大 我对她这些年来的心酸再清楚不过了 拜她如命的妈妈走 爸爸又不负责任 成天花天酒地 我想想想的 也忍不住哭了 柳如烟看着我 你哭什么呀 看见你哭 我也想哭啊 我和柳如烟对视一眼 然后抱头痛哭 留下满头问号的沈父沈母 沈母对沈父使眼色 咋回事 咱俩也要哭吗 梁父思考片刻 一咬牙 哭 一二三 刚数到三 沈家父母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哭了 虽然不知道啥情况 但跟着哭应该没错吧 哭完以后 沈父说 女儿 爸没什么好送你的 柳如烟直摆手 没事 不用破费 你看一辆卖八克城吗 爸 您破费了 夜深人静 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忽然手机响了 来信人一览显示沈幼楚 唧唧 我想把身体还给沈幼楚了 我回 为什么 因为他很笨了 因为他很幸福 第二天 柳如烟站在窗台前 低头看操场上乌泱泱的学生 排着队做课间掏 由于被老师罚超英语单词 我也被迫留在教室里 我咬着笔头看向柳如烟 恍惚间 我透过沈幼楚的身体 看见那个少女 那个和我形影不离十八年 我一闭上眼睛 脑海中便准确无误刻画出的 在熟悉不过的身影 他回声过来 手肘慵懒地撑着窗台 表情似漫不惊心 但又无比在意的别扭 鸡博答 我还是很想知道 为什么我死了 你好像一点都不冷过 我张了张嘴 忽然 哼 华 我亲眼看见窗外教学楼子砖脱落 急速坠了下去 柳如烟 你怎么样 他顺着墙滑下去坐到地上 手指甲也紫得像要滴出血来 然后我看见柳如烟被一股力量 从沈幼楚身体里弹出来 但见沈幼楚的身体已不省人事 我慌慌张张拨打了120 沈幼楚被救护车拉走时 柳如烟借着幽灵的优势也上了救护车 一下午我都心不在焉 好不容易熬到放学 我抓起书包就马不停蹄往医院了 我在医院走廊见到了柳如烟 我提心吊胆询问沈幼楚情况 还好 经过两轮抢救 把人就回来了 我松了一口气 又过了几天 沈幼楚转到了普通病房 我和柳如烟去看他的时候 他正在吃橘子 他一见到我 翘脸就刷得红了 手都不知道往哪摆 柳如烟忽然挡在我面前 你还是别出现在他面前了 他一见到你就小鹿乱撞 我真怕把他心脏腿撞停了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啊 鸡伯达 那家伙暗恋你 我看看柳如烟 又看看沈幼楚 可柳如烟不像说谎的样子 以前我只当沈幼楚性格害羞内向 没想到病床上 少女面色苍白身体虚弱 一双大眼睛却亮亮的 鸡伯达 你在和如烟姐说话吗 我 他左顾右盼 期待又惊喜 如烟姐是不是在这里 我和柳如烟惊诧差的面面相去 等等 不对 如烟姐 我问 幼楚 你和他很熟吗 当时我一时还在 共用过一个身体 当然熟了 他有些兴奋 我聪明起来 简直无敌了好吗 由于身体原因 沈幼楚不去学校了 今年高考也不参加了 因为他要接受心脏移植手术 时间就定在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 放学后 我蹬着自行车回家 柳如烟像往常一样坐在后座 我捏了刹车 你怎么停了 我看着路旁护栏外奔涌而流的河 说 你当时为什么会掉到河里 柳如烟愣了会儿 有些不耐烦的催促我快走 哪有什么为什么 不小心没 别发呆了 这太阳太毒辣了 晒得我满手 我看着心修不好的护栏 心中涌出一阵酸涩 听说就是因为护栏年久失修 柳如烟才掉下去淹死了 大半夜呢 我眼皮止不住打架 柳如烟还在逼着我学习 就你这成绩 上个大砖都费劲 别睡了 打提卡图错了呀 我拍了拍脸 努力打起精神 这道题你怎么就直接得出2比1了 证明过程呢 我犹犹豫豫才说 老师说了 高考题画图都很严谨的 所以我用尺子量了一下 纪博达 柳如烟有些暴躁 好像真的生气了 索性被过身去不理我 不知怎的 我感觉他好像变得比之前更透明了 连续几天 柳如烟都试图教会我最不擅长的三角汗子 笑死了 根本学不会 你好歹得考一个本科呀 他难得语终形成 现在很多招聘单位都要求本科起步了以后我不在 也许就没人像我一样陪着你了 你不是还在吗 哎 这个空怎么填啊 我不以为意 指着一道英语填空提问他 他看着我的视觉 越看 眉头就拧得越紧 修长的手指指着我填好的一个空 Yes R 怎么 是R飘了 还是M拿不动刀了 我发誓 不是我不会 是一步小心填错了 可我说出来 他也不会醒 又迎来一次周考 本打算继续摆烂的我再看到提示 不禁眼前一亮 以前本想着不会做的提就跳过 跳着跳着就跳到最后一提了 但现在居然会稀稀拉拉鞋几头 孩子有把握的那种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确实是柳如烟的功劳 我扭头看着坐在工作上 望向窗外的柳如烟 他似乎比起昨天 又透明了一些 考完试后 很快就出成绩了 我数学居然考了70分 是我前所未有的好成绩 哇塞 你进步神速啊 沈幼楚在电话里恭喜我 柳如烟也挺满意的 很好 继续保持 高考倒计时 从两位数逐渐变为一位数 最后变成了零 熟悉考场这天 由于天气太过炎热 我担心柳如烟被晒伤 所以没让他跟着 第二天 我早早起了床 精神抖擞 柳如烟在我耳旁面倒着 准考证 身份证 两臂千里 核酸检测报告 我耳朵都快听起简子了 我顺利出门 顺利搭上了公交车 顺利来到考点学校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将顺利使 突然发现我居然走错考场了 怎么办怎么办 只剩十分钟了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走 找警察柳如烟冷静道 对 找警察 我立即求助附近的交警 交警叔叔二话不说 让我上车 开着警用摩托一路狂飙 由于车速太快 拐个弯的功夫 一阵风就把柳如烟刮跑了 我回头看着柳如烟离我越来越远 他双手圈在嘴边大喊 叽叽加油 别怕 不知怎的 原本紧张的发抖的 我在听见这句话时 心情安定了不少 还好在交警叔叔的帮助下 我赶上了考试 就在我写作文时 柳如烟扇扇扇飘来 他的身体又变透明了 我敢肯定这不是错觉 他怎么了 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透明 他飘到我身边 抬手像空气似的摸了摸我的头 别担心 我就是被晒着了 真的吗 我问 真的 写完作文后 我检查完选择题就打凌胶卷了 走出考场那一刻 柳如烟才说 刚正考试呢 我不敢说你 你昨天不是去踩点了吗 怎么今天还走错了 我咽了咽口水 缩着脖子不敢看他 我踩错点了 下午是数学 作为数学渣渣的 我不出意外被数学难哭了 我到我身边 别他妈纠结了 我来 于是在他的指导下 我成功解除了那道题 考完后 我搭了着脑袋 就像双打的茄子很是丧气 柳如烟安慰我 这次数学确实挺难 听说葛军参与了出卷 你不会做也是情有可原 我抹了抹泪那我原谅我自己了 虽然情有可原 但你也不必这么快原谅自己 经过了两天的奋战 考试终于结束了 我走出考场 远远看见柳如烟在不远处树吓动我 我拿出手机 正想问沈幼楚 明天什么时候做手术 刚开机 就收到他的微信 对话框是满满当当的字 我认真看完后 不知不觉心痛的像要窒息 忍不住泪流满面 沈幼楚说 被夺射后 他脑海里残留了柳如烟的一些记忆 那天 我数学考了15分 抱着卷子嗷嗷痛苦 柳如烟笑话了我一下午 却偷偷给我做了十页纸的复习资料 课后的傍晚 他骑着自行车驶过河边 却吹来一阵风 把车楼里的复习资料 吹得散落满地 他急忙停车 一张一张捡起 还小心翼翼拍干净 还剩最后一张没找到 他看了一拳 才在栏杆外头发现了 他伸手去捡 却由于栏杆年九世修脱落了 他来不及反应 就连人带杆一起落进河里 我看着这条微信 煞内间 脑子变得一片空白 身子止不住颤抖 痛 惊痛的像是被人狠狠地抓住柔孽 我泪眼朦胧地看着树荫下 那道半透明的声音 他曾问过我 为什么他死了 我却一点都不难过 是的 我可以毫不撒谎地说 我不背伤 一点也不 因为他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不觉得他已经离开了 你看他就站在那里 他叫我做题 还对我笑呢 可事实是 他早已逝去 就在那个绝美黄昏的傍晚 喂 鸡伯达 你怎么哭了 柳如烟不知何时飘到我身边 你别哭 我刚看到校门外的奶茶店出新口味了 你去买 我再也忍不住咧嘴大哭起来 第二天 我顶着哭肿的眼睛起床 却发现我上了新闻头版头条 男学生在考场外放声大哭 显谈高考压力 配图是我张大嘴巴 扯着嗓子嚎啕大哭的照片 我特妈的 我极力使自己心平气和放下报纸 冲掉嘴角的牙膏 换好衣服和柳如烟一起去医院看沈幼楚 没想到医院的核酸检测小屋窗口 贴着报纸上那张我的照片 旁边配字 嘴巴张到这种程度 然后说呀 柳如烟在一旁捧腹大笑 哈哈哈哈 你别说 还挺形象 我们来的时候 沈幼楚正在手术中 沈父沈母坐在手术室外坦特不安 虔诚地祈祷 我安静地坐在一旁 失神地看着手机屏幕 昨天沈幼楚给我发的信息 长长地对话框 他说 不要难过 我也许已经活不了了 我希望如烟姐能帮帮我 救救我爸爸妈妈 如果我死了 他们一定会伤心死的 不要告诉他们我已经不在的事实 能帮助我的只有他了 还有 姬姬我喜欢你很久了 你不要有负担 我希望你能和如烟姐幸福地走下去 我爸妈的后半生就拜托你了 我知道这样做很自私 我也很想要活下去 很想 但是好像没有办法了呀 姬姬 昨天 我红的眼睛把这条信息给柳如烟看时 柳如烟扭脸过去 说 老娘不干 他自己的事自己做 柳如烟就是死丫子 全身都是软的 就嘴是硬的 我紧握手机 神啊 六楚是个很好的人 你一定要保佑他呀 姬伯达 柳如烟的呼唤拉回了我的思绪 我抬头 看见郁佳透明的柳如烟 他摸了摸我脑袋 身体轮廓开始模糊 像是随时就要化为烟尘 我抬手想抓住他 却意料之中的穿过去 我慌得落泪 喉咙哽咽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知道了 他在骗我 我也察觉到这些天他越来越透明 我只是害怕 我不愿去多想 他觉得无论 以为随便说一两句话就唬住我 我要走了 以后就不陪你了 他俯下身子亲了我的头 眼眸中满是不舍与温柔 姬伯达 其实我喜 啊 老娘话还没说完那我抄 只见他又被一股力量吸住 急速飞进手术室 没一会儿 手术室门开了 沈父沈母激动又坦克的一跳 主刀医生拉下口罩 大松一口气 恭喜手术成功了 很神奇 他心脏居然恢复了跳动 沈父沈母喜极而起 拉着医生止不住道歉 就差跪下了 又过了几天 沈幼楚转回了普通病房 我提着水果去看他使 他正躺在病床上 翘着二郎腿看动物事件 我走到他床边放下果栏 散三十度加三六十度等 散九十度他愣了会儿 继承沈幼楚脑袋后 我便笨了 我激动的一把抱住 还在怀疑人生的他 太好了如烟 咱俩现在半斤八两 可以一起复读了 切 谁要和你一起复读啊 老娘可是华子宝送生 清明 柳如烟红着眼睛 将一束鲜花放在墓碑前 轻轻妈撒着杯上的照片 喃喃自语 幼楚啊 放心吧 爸爸妈妈都很好 只是你啊 等到下辈子 自己的事情 一定要自己做知道吗